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今天来到南城胡同深处的红韵群 听京城的红老爷子 聊聊正宗北京涮羊肉的起源 原来和珅是始作俑者 是他把皇宫里的涮羊肉 后来改成涮羊肉 传到了民间 这其中故事多多 一晚上红老爷子讲的 太多显为人知的很多故事 听听黄老爷的妙语连珠吧 蒙古人只是刷这个方式的发明者 但蒙古人们的居相在上次 王宫贵子 所以普通蒙古人 杨哥娘不会做涮羊肉 开玩笑 这跟他不会 才没有约束 这才敢跟大家说什么 不要调料的涮羊肉 极荒牛的论点 不要调料那不是蒜羊肉 那是火锅 那再偷粮换柱 偷换盖去 但为什么大家都说北京蒙羊肉 确实有原因 原因是什么 先有着清朝 后有着蒜羊肉 清朝成立100年以后 民间才有着蒜羊肉 他清朝是满族人的 满族人称自己是北京人 满族人凤三百七十多年了 还不北京人 我们带来的 所以北京人 这就是北京红维 就这么来的 一想不对了 满族人三百七十年前 全在白山黑水 中间全在东北 要是他带来的话 这好像应该是东北风味才 他怎么会是北京红维 明天我们上京红维 你们到满族的老家去看 接近的建州 西敏仙 牛尔哈市八家的地方 你连穿的椅子都看不到 你能看到的 那是白肉火锅 酸菜火锅 那不是蒜羊肉 开玩笑 东北人时尚 没把那说成不要调料的蒜羊肉 他把那说成不要调料的蒜羊肉 轮到别人说 去门三百多年 所以满族人带了 货国不对 这是满盟恩在 蒙王族把他传给了满盟族 满盟在靖关 一百二年之前 是中版的局限在皇宫里 根本就没到民间来 所以前些年有些学者 靠过去 很多篇文章 靠面前 得出这个结论什么东西 算一个称呼不再有学 真正的称呼 应该是善羊肉 御善黄的羊肉 皇宫里边的羊肉 这个推定是对的 1970年以前 蒜羊肉在北京始终保持着浓重的贵族 那是咱北京有多少人能上东来处吃几蒜羊肉 而现在很多年轻黄吃蒜羊肉都喜欢拿起一盘花 接着一盘 旁边文艳 我虽然大别人以前看着一定有意见 蒜羊肉一定要加几片蒜 别撒筷子 为什么让您加几片蒜别撒筷子 看你们设想一下 皇上吃的时候 谁敢一盘一片万里猪肉 还要脑子呀 清中期之前 清朝皇帝在政治场合 请王硬吃蒜羊肉 你是有妖族的 他从公里的暖门外来看 外面得飞着雪花 这屋里得飞着腹底 这桌子上得有蛆蜊 有蛊蜊蜊吊着 有明虫 这样才能请王硬吃蒜羊肉 这传统上 你是一很高层次力的吃 咱们现在都给露颠倒了 太讲究了那会儿 大概从宫廷里 他怎么能到民间来 我得语于和珅 确实跟和珅有关系 康熙60岁过生 主持大清就稳定了 进入了盛世 他看异样 他要搞一下和谐社会 想让皇上爱民 皇上尊老 很考一个错 他请上千的清智的保护人 跟本宫一块吃千岁 对 千岁 汤蜆这香饭很好 当然这里有三个难题 这皇上不知道 他也半活都知道 上千人吃饭 这菜不能一块炒 拉得比较长一点 而皇上请说这菜 还不能跟食堂 还大锅大厂 他炒得很精致 他炒得 既然炒得很精致 炒得时间相对要长一点 这上的菜就容易一点 你看这烤门这些菜上齐了 皇上不弄筷子 谁敢弄筷子 这里还有很多礼仪 很多礼仪式的律师 对 大家我得还得等着 这菜又有力量 第三 当然保温设备 保暖设备 没有现在 没错 所以三个原因 无形之中造成仙杠 才有这种原因 放过来变成很多老人吃粮肉 你说这老人吃粮肉 能输入吗 是 问题是他不能不吃啊 他得玩命吃 他得玩命吃 还没人敢多粮 谁管个户好 还得喊着万岁 吃完了很少人说这顿饭 一说就是卸入隆恩 感觉不让跟别人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东西 但是这顿饭 对很多老人说的 吃的并不舒服 这是南北京人 第一次最可笑军滩 两个最远的老人吃这顿饭 两年 提前一年把北京赶了 吃完了回地以后 一年以后才到家 七十多岁 幸亏没死到的 你说这些饭吃的 真是 而康熙不知道 他看你也伤不万岁 甚至不错 据说有分之年他八三两岁 到了雍正 雍正在生活里 很奢华一生 但主要还因为雍正年岁不够 五十才能办大瘦 他五十七岁 他身体里的精力没有 他就没办 可是到了前往五十岁就停了 前往五十岁就进入盛世了 他也要想下这个事 他想这爷爷的方不错 亲民 他也办 他一办就更要命 这前往正月十九 阴历正月十九 他大连初六办 这三九亭干过 外面吼冷 一会儿这菜再无热 他吃的更不舒服 钱总很重视这件事 对 他不是不重视 他很重视 初五什么也不能 初五之前工理什么也不能办 只能办家业 破五嘛 初六就办千岁 他很重视 而效果就不错 第二次让何臣去转 何臣很重 何臣讲工理的菜炒得极好 我们吃了很多次 很少听到哪个老人说 哪个菜炒得不错 他听到就是谢主公了 他就觉得问题这么多常业 他想不到这个 而据说参加艳务节老臣们 大半心里都明白 谁也不敢说 哦 他是主人 他想这么好的一个形式 请求老人 为什么不让大家吃书呢 我这次老板 这炒菜就举行了以后 这些仪式 谁也把他去 而这些仪式举行了以后啊 大共云太医 悄悄把这些乳菜基本都给车了 他把工理的酸肉作为主项 要干嘛 让他们吃 首先解决这个菜炒味 对 他说赢得到了北京老人心态 还是北京老人居多呀 嗯 这北京人喜欢热的 半年初六 守着工工的火 大家伙团团团一坐咱们一吃 他就兴奏了满 谁都快吃得高兴 哎 而工理的酸肉做得极好 谁也没吃过 这一吃印象太深 太好吃了 这些老人得出宫 就不管进入卸主公了 哎 是满车的想要工理的酸羊肉 有点多了 是 而这次工理最大一次的工理 工理最大一次的工理 七百六 不过三千多人 你们想能参加现在老人 他不过一大老人吧 对 秦门也是正结尾 人家在表达 对对对 他出工以后接触就上一次了 他就掉进去了 工外有钱人工外住宿多一个 工外以前不了解酸羊肉 工理酸羊肉好吃 好吃都想吃 都进不了工 对 无谁都能进工的 既然进不了工 这些人 大家都想到说 明白了 大八大工具产光约出来的 是这次秦门之后 二百四十年左右 逐步传出来了 他已经在民间 他要推广 他肯定要推广 他这一推广 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 谁做呀 满族不能做 二百年前满族 二百年前满族是贵族 开饭馆丢脸 下九流 下九流 他处在光吃不做 所以咱们这四九十里人是不合得有人做的 而城外汉族一般做不了 他怎么接受羊肉的工作 自然与然的那些满族羊肉我做 二百年前北京卖牛羊肉的 我敢做一个汉民没 那汉民卖给谁呀 那穆斯林不买你的 汉民一般不懂事 没错 这样才从一条融 为什么一条融要翻归到前文不行接 修那前文不行接的什么 那一条融都快垮了 对 都外地了 对 所以你们北京那是织的一条融 没错 咱们兴安前文城的四门口最近的地方 北京市人一定要把一条融搬归到前文主街 现在追求传统 一条融是汉民肉的发源地 他今年二百六十年 其实是二百四十年 这句话是古捷先生活着说的 古捷先生说这话有道理 公理出来不可能直接进入市井 一定是在上次 而一条融是当时精神力最好的 那是皇上去不利 对 那皇上御赐的名 那时候极敢叫一条融 这从一条融开始 这么回事 到了冬杰瑞今年一百一十七年 逐渐把它演变 约束到五一年上 明白 这样把它演变之后 已经清真了 否则的话 二百年前就得传建成国 不用到现在 还真是 您这一讲明白了 明白了 直到了一九七八年 改革开放以后 国外肉连厂进入咱们中国 您把那些看的圆圆 那是外国人的包装方式 有了国外切茬 切土 切活的那个机器的引进 有了冷冻设备 这是很多原因 今天就到这里 红老爷子讲的更多精彩故事 在下几期会陆续介绍给大家 请关注北京北京记忆 欢迎评论留言